Hello everyone, I'm your friend insideXO 今天我要继续讲时间表这个计划 这是一个传统编程的任务 什么叫做传统编程呢 就是用人脑的知识来对整个程序的逻辑进行构架 相当于把人脑的智慧转移给电脑 然后让电脑来做事 但是我们要指出的事情是 在这种新的科技框架下 我的意思是有电脑的情况下 你可以把一个智慧高超的人的智慧输入给电脑 然后呢电脑就可以24小时不工作 去处理那些聪明人只想干一次 而不想一辈子都干的事情 另一方面呢 一旦这样的程序被创造出来 所有人都可以 所有人都可以copy 每个人都可以复制 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这一个充满智慧的人 我们的智慧被复用了 由此以来我们就不太需要太多聪明的人 我们只需要一两个决定聪明的人 去创造这样的程序 然后呢 所有的普通人 所有的ordinary people 就都可以使用这样的工作就都可以使用这样的程序来完成他们的任务 所以现在在故事的一开始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整个程序构建一个大概的框架 或者说一个简单的demo就是一个事例程序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到底要干什么 为了做到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当然是要用passen来做啦 所以我这里新建了一个 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做这种事情好了 我们这样来做 我们说 Japter Notebook OK 照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有这样一个试图 有了这个试图之后 我们就可以新建一个 passen的 解释器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概念上呢 当然是开始写代码了 所以说 一开始我们要干什么 首先我们要讲 我们只有两种状态 一个是 beasy 就是忙碌的状态 另一个状态就是 easy 就什么事都没有的状态 当然用easy这个词并不是特别准确 所以我现在要用 翻译软件来告诉我 我怎么样来表示 空闲这样一个词语 用英语 OK 现在我们知道 空闲这个词的 英文形容词是 这个东西 怎么来发音呢 钱 OK 那是中文 我们现在要英文 idle idle OK 我们把这个词复制过来 我们就两种状态 xbz xidle 首先我们要定一个 数组 一个last 有两个状态 status or just state equal to 第一个状态叫做bz 第二个状态叫做idle 然后呢我们需要怎样做才能够让程序来帮助我们表示出今天以及明天以及后天之类的这样的事情呢 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日历 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日历 用英文来讲就是calendar 所以呢我们要搜索这个东西 Person get the next day 位置或是in calendar 当然我并没有找到太多有用的东西除了这两行代码 我们把这两行代码复制过去 看一看效果 首先你要import data time 然后data time now加上data time data 然后一个时间段 stay is equal to one 那么就是加一天 加一天之后会得到多少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具体的时间 2019年1月27日 然后一传乱七八糟的时间 我觉得呢如果雇主想要雇佣我 他肯定就有些人太喜欢用时间 就是一小时来计算实心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的能力太低了 不能够用实心来作为衡量的工具 只能以最小的单位天来作为衡量的工具 所以呢别人可能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工作 我可能要搞一天甚至24个小时 所以呢这个价值量是不成正比的 反正我要干一天 所以呢我应该给这些人展示的时间是以天为单位的 所以我们就只是做到天这样一个单位就好了 所以我这里给这个变量一个名字 the day equal to this 然后呢我们要想办法把the day变成一个具体的东西 而不是一常创我们看不懂的东西 怎么办呢 我们试一下DR 能否获得关于这个变量的所有的方法 结果我们发现还真的是有 这里有个day我们试一下day好不好 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做 在这个方形之前我们加上the day dartday试一下 结果发现好像什么都没有出现 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答应它 这个时候再试一下你发现了27 27对应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差不多就应该是对应着今天的日期 说明今天是1月27日 但是呢我需要说明的一点 光有day是不准确的 我们应该还要有月 so here we got the variable month 就是月的意思 接着我们再来试一试 在the day之前我们需要打印the day ok.month ok let's try it again 很有可能的是我拼错了 ok正确的答案是month month month so我们需要说month 我们 try it again 这下呢它就打印出了正确的结果 前一个是月后一个是日 ok that's right 其实主要我们要得到的就是有两个变量 月和日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不断的给这个玩意儿 加月和日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就非常好玩了 你觉得雇主或者我自己 会关心最近多少个月对我的事情呢 我觉得大概三个月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讲 for i 那就是inter in range 多少呢 三个月 三个月 一个月三十天 三个月就应该是三三得九 九十天 那么就是从今天到未来九十天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每重复一次 我们在days这样一个last里面就要加一个day 所以呢它最终就变成了这个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 稍等片刻 the day等于这么多 然后每循环因子the days 就要加上一个the day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n多个day 那其实呢 我们最终是要直接加上这样一个时间戳吗 no 我觉得没有可能啊 在我们这里 我只是希望返回它一个last好了 或者 我觉得更好的我们直接返回字典给它 好吧 返回一个dictionary so the first variable we should give it is month ok入箱税数我们写英文 month等于多少呢 等于 the day that month 然后呢 the day 我指的就是the day 等于多少呢 等于the day that day so that's right 嗯 所以呢 当我们运行完这所有东西之后 我们再打印一下这个days 我们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日期 哦 为什么错了呢 哦 好吧 因为我们日期没有叠加 所以我们要怎样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 这个range我们要改一下 应该是从1到90 这样好一点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里的days 就应该改成i 因为它一直在变嘛 从1到90 再来试一试 ok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日期就一直在叠加了 从1月27到1月28 然后再到1月29 1月30 1月31 最后到2月1号 it's great 看起来运行得非常的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原型了吗 no 还没有完呢 接着我们要想办法 定义我们什么时候处于工作状态 什么时候处于空闲状态 这东西怎么来定义呢 我觉得呢 我们应该定义一种数据结构 来处理这个事情 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使用字典 last加字典 last加dictionary 那我们要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 walk table 然后呢它是一个last 这last里面应该有很多的dictionary 很多的词典 然后在这里面应该有很多的 东西来标识我所属的工作状态 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 假如说啊 从现在开始 1月27到3月 我其中的某些天有工作 那我要怎样才能表示这么特殊的一天呢 实际上我还是需要有两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还是叫做month 大概呢它需要有 反正它就是数字好了 比如说3月 然后呢还是需要有day 这个day呢也只是一个时间 一个具体的数字而已 假如说10号 3月10号我有工作 那我就这样给它写一个东西 但是很明显啊 有时候雇主并不会说 让你一天就晚事了 我觉得基本上不会啊 至少都是一个星期 或者说一个月这样的 那我要怎样来表示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呢 所以呢如果我要这么来做的话 这个事情就有一些不一样了 虽然我们可能还是只有两个变量 一个叫做month 还有一个叫做day 但是呢我们具体的表示方法有可能会不一样 怎么样一个不一样法呢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假如说我在3月的时候 有工作从15号到20号 那我可能会这么写 我就给它一个字符串 15到20 我就这样写 表明中间这一段都是 我要工作的 我有工作的时间 所以为了照顾这样一个特殊情况 我们就把所有的数字都改成了 字符串 接着我们为了适应这种特殊情况 我要怎么来做呢 假设前一个字典的月数为1 今天是1月27号 那我们就说1月28号 我们有工作 然后呢 接着从2月到整个3月 如果我这样写的话 会不会有一点问题呢 会造成情谊呢 我到底是2月的15号到20号 还是3月的15号到20号有工作 这样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麻烦 OK OK那么具体值的处理我们 具体来做 那么我们就写三个字典 来表示这种特殊情况 首先2月的就是15到20 第三个字典呢就是写的2到3 OK看一下我们能否处理这种特殊情况 那具体的我们的工作表定义好了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具体的流程处理 所谓的流程处理呢 所谓的流程处理呢 不过是把我们的dates里面的东西 根据我们的工作表来进行打印 在有工作的时候打印有工作就是壁垒 没有工作的时候打印没有工作就是 嗯 idle so 所以我们怎样来做这个事情呢 嗯 让我思考一下 首先我们要for day no formonth 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我们不能这样做 应该是foritem in what in days 然后呢我们要说 item month 和 item day 它们两个分别等于 第一个叫做 month 第二个叫做 day 你不信 不信我们可以 可以打印出来试一试啊 对吧 这就是月份 so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觉得最要紧的好像不是便利这个东西 而是你知道的就是先解析这个walking table 那怎样才能解析呢 其实还是老样子 foritem in walking table item month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会等于某个字符串 比如说month 接着 day equal to item day 然后呢又会等于day 这样的话我们有了月和天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处理 具体的处理 让我来看一下 其实有这个中间这个横杠的和没横杠的完全是两个待遇 我首先在顶上创建一个walking days 表明在这些天里面我要工作 凡是不在这个列表里面的我们都不工作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添加之路 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要确保 if month 我的意思是 如果这里面有某个符号 比如说这个符号 如果 这个符号 in month 那么就意味着很有可能 我们会添加很多东西在这个里面 我的意思是两个整月 如果这个东西在里面 我们首先要提取第一个数字 那怎么来提取呢 首先我们要 提取 month 我十分的怀疑我这个month是不是写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 ok 没写错 month start 就等于 month.split 分割 通过什么分割呢 通过这样一个奇怪的符号分割 然后我们只需要 前面一段的就是第0段的 东西 并且我们还要把它装为 数字 但也是整数的意思 然后呢 month.end 同样的也等于这么一串乱七八糟的字母 只不过呢这里的0要变成1 出起来我们就得到两个东西 然后我想知道这两段中间隔了几个月 所以我就要用 month.end 用后面的 就是 后面的时间 剪前面的时间 剪去month.start 那这玩意就会等于什么呢 就会等于中间的月数差 就是中间有 中间差了几个月 所以 the numbers 或者 对就是 the numbers number of months ok 既然知道了中间差几个月 我们就可以知道 interval 或者说 how many days between the two months 我觉得这么写是最好的 虽然一长串的英文 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理解 那么 我们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计算这个东西 什么方法呢 就是 都按照31天那么成 或者30天 我觉得30天比较好 算个平均数吧 就是 number of months 乘以30 就等于我们过了多少天 接着呢 我们可能要复用这么一段代码 前面写了这么一段代码 复用它 做什么呢 就是复用它来添加日期 这里就变成了 how many days between two months 只不过呢 这个日期的初始值 初始时间 不应该是 当前时间 而应该是 当前的年份 加上这样一个 只改动中间的 月 之后的这么一个东西 听起来挺复杂的 ok 那么 我们真是非常幸运 我觉得这些酷真是太晚了 你直接说today 然后就好了 就得到今天的日期 但是 但得到今天的日期 并没有什么用啊 我们需要 一个具体的 我需要一个具体的时间 所以呢 大概就只能这么做了 看着啊 我就这么写 我说datetime 然后给它一个具体的时间 这个年我是不知道的 但这个年可以怎么获得呢 那我大概或许 可以这样说 我先获取现在的时间 然后再获取连 嗯 这样就能得到一个具体的数字 然后year ok 然后这个月份呢 其实我们主要改动就是year 月份 我们先获取当前的时间 这个 然后再获取天数 感觉真是吗 真是非常繁琐 获取当前的时间 然后再获取天数 那中间的月份 就可以随意的更改了 中间月份 等于多少呢 应该等于 monst start 越学越复杂了 不管这么多 呃 最后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days 对吧 但是这个days 我们要改一下 这个叫做 tempdays 一个临时的 宿主 来装我们的days 那么在最后 当它操作完了之后 我们要 打印一下 这个tempdays 好 确认我们是否做正确 所以呢 你这边可以看到 它就从 2月27 一直 跑到3月27 感觉好像是对了 但是呢 其实no 没有对 问题出在哪 问题出在 问题出在 我们现在应该是一整个月 所以我不需要现在的 月份的时间 我只需要 算了 我需要现在开始的时间 因为 我们只是希望说 让别人知道 我今天在干嘛 我明天会干嘛 我后天有没有什么计划 或者 我未来三个月的计划 未来三个月 那意味着从今天 以及未来的三个月 那以前的日子 我们就过去了 我们就不算它了 所以 以前的日子就 没有了 所以呢 这个tempdays 目前为止 是获取得非常良好 然后我们就要说 FOR O 我似乎记得啊 好像在Pathom里面 其实是两个 数据结构 里面装的 这个数据 都长得差不多 我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由于在类存中 占用的类存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两个东西可能还是会被当成不同东西 所以 为了避免重复 唉 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来做呢 我们干脆把月份和天数搞在一起 当它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就可以标识一个特殊的东西 具体怎么做 请听我下回分解 不行了 骗你们的 所以呢 我们这里要用 先把它们两个转成String 然后 再把它们两个加在一起 具体怎么加 那中间加一个点就好了 所以我中间要加一个点 如此一来 这个时候 我再去打印这个 TempDays 你就会看到 很多的像这样的 RV27 RV28 3月1号 这样它们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组合 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把它添加到 我们最上面的临时输注 也就是WorkingDays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要对这个WorkingDays 可以进行一个便利 for i in 好像挺麻烦的 咱能不能不这么做啊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不要这个TempDays了 浪费时间 我们直接说 the day 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没有在WorkingDays里面出现过 那么我们就 WalkingDays Append That's the day 嗯 这样非常清楚明白 接着我们另一种情况 ils if 否则 这玩意儿 我是说这个特殊符号 如果没有 在 Month里面 那就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 其实现在我的思路已经非常明白了 如果在Month里面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符号 那下面的Days我就不管它了 对吧 管你有没有这个符号 我都是按照整个月来添加的 然而如果上面这个Month没有这个符号 就是我上面这两种情况 它就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一个月对应一天 另一种情况是一个月对应很落天 对吧 如果它没在里面就有两种情况 我们先做简单的 if 这个符号 没有 not in day 就是没有在这个天数的这样 一个里面 那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单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说 直接生成the day the day 就equal to str month 加上一个点 加上str 其实就是string 的意思 然后加上这一个day 我们就要说 if the day not in the working day 然后我们就要添加这个东西 good 好的 那么这样一个简单逻辑 我们就搞完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else if 这个符号 in day 在这样一个 字符串里面 那么我们就有的忙了 具体来讲呢 其实还是 做一个分割 那这里会有附用到这些东西 所以先复制一下 不要复制那么多 复制太多 一时半会又理解不了了 复制三行 so this time it was not a month anymore 现在呢 它是day 天数 那么天start 和这个 天end then should be 嗯 let me say day 然后再分割 这个符号 分成两半 两部分 那这里就变成了 number of days 就变成 dayend 你的减去daystart 这样就得到中间相差的天数 有了中间相差的天数 我们就可以差不多 计算 这些个天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又可以复用到 这几行代 具体要循环多少次呢 就是 就是number of days 这就是我们循环的天数 然后具体的时间 应该怎么来做呢 首先 连数不变 这个 月份 变了 月份 还是老样子 就是month 但是这个 这个天数 是真的随时在变 这个天数变成了 天数变成了daystart 的天数 OK 如此一来呢 就万事俱备之前东风了 什么东风呢 就是我们把最终结果来 打印一下 最终结果是walking days i hope i'm right ok we got wrong here 我们都知道那些错误 an integer is required 第26行 我们看一下第26行在哪呢 完蛋了 看不出来 ok在这儿 他可能 他可能 他一直说这个month 应该是int 而不是一个 字符 这个时候我们在打印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明显的发现 好像是这样的 看上去所有的东西都对了 我们来改一下walking table 我来测试一下 首先我们把这个 包含最大范围的两个月的东西屏蔽掉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只有1月28日和2月的15到20日应该有这个日期 所以我们重新来运行一下 我们发现1月28 从2月16到2月17 2月18 2月19 诶 是不是少了两天呢 对啊 聪明的你已经发现了15和20不见了 这个东西要怎么来解决呢 首先把这里的0改成1 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好那么一点 OK改成1之后 改成0之后 就有了一个2月15 但是2月20没有啊 没有的话我们就在这个天数上面再加个1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了2月15和2月20 嗯 Perfect 完美 那么这样我们的一个数据结构和基本的处理流程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对比 然后把这个 就是把需要工作的天打印出来 不需要工作的天也打印出来 这东西怎么来做呢 首先我们要把所有的天 都给搞成某一种形式 比如说the day 等于 等于month 加上一个点 再加上day sorry should be an error 然后呢 我们不停的打印这个the day 看一下会有什么事情出现 出错了 哦 原因是 这边都是 什么都是数字啊 而下面呢 我们处理的都是字符串 我觉得处理字符串 有时候 对于passen来讲啊 非常的简单 呃 所以呢我们这边的数据结构啊 也要对应的 变化一下 我们就不用添加这个 不用搞这么麻烦的 是month 和days 我们就 简单一点啊 我们就直接两个字符串 中间加一个点给它 连在一起就好了 哦 错了吗 烧写了三个字符 字母 ok 这一下就no problem了 有了这样一个基础 我们顺序的运行下去 万一有时候 什么地方出错呢 ok 没有错 一切都没有错 everything just fine year zyear i don't know for day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省去很多工作了 这样一打印 ok 这就是所有的天数 在这所有的天数中我们要 做这样的事情 if day in walking days 那么 我们就要打印出 这一天 并且 state 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 如果它在工作状态 那么当然它就是bz 就是0 这样一个状态 否则 else 那么肯定就是 首先我们打印这一天 然后state 1 就是 空闲这样 对 呃 如此一来呢 我们就成功的 打印了 所有的天数 并且呢 照这样一个天数 有了 bz 或者idl 就是忙碌或者空闲 这样的一个状态 呃 嗯 至此为止 用passing 讲这样一个工作时间表的原理就结束了 或者说 基本的数学模型 或者编程模型 whatever you call it 都结束了 那么理论就到这里结束了 呃 下节课就是 其实也不算是一节真正的课呢 只是我为了整理思路 为了编制我自己去写代码 所以 我更宁愿把它录下来 因为 我这个人非常奇怪啊 只有 把东西分享给别人 我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真的是 非常奇怪 所以我我以前在传统学校老师学不到东西 因为 呃 一方面我没有资源可以共享 另一方面也没有人愿意听我讲 呃 但也没有时间和空间讲 因为整天都是老师在讲 我没有时间讲 ok 呃 那么就这样吧 下一节我们可能会重点的来讲 怎样做用户界面 然后利用这套原理 用JavaScript 再重新实现一套 带有绚丽界面的 同等功能的 program ok that's it I wi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